说来说去精彩的文化典故 人前人后好玩的八卦角度 解读经典不一定按照史书 字里行间最看重人情世故 我是冯一刚为您说人解字 今天说的人是伯乐 伯乐他原名孙杨 是春秋时代的秦国人 伯乐原本是天上星宿的名字 传来说去精彩的文化典故 传说中是管理天马的神仙 那他会用天马留心水吗 我还庐山生龙霸了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孙杨擅长识别马匹的优劣 人们就称他为伯乐 春秋时代马匹能够打仗 拉车耕田 好马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资源 伯乐擅长象马 受楚王之托买千里马 伯乐说日行千里的马少见 找起来恐怕是有些困难 我打算到各地去寻访 请大王不要着急 我一定尽力办好 但是伯乐行遍大江南北 始终是一无所获呀 正当他满怀沮丧 准备交差 却在鱼板坡看到一匹枣红色的奴马 驮着两大筐盐 很吃力地走着 马累坏了 喘着粗气 每迈出一步都非常的艰难 伯乐看了十分痛心 为马难过 这匹马仿佛知道伯乐同情他 就私叫起来 伯乐听到他的私名 知道这匹马绝非猎马 是难得的良居啊 他就问驾车人 能不能把这匹马卖给我 它不是一般的马呀 是适合上战场的好马 用来拉车 反而不如普通的马 驾车人听了很高兴啊 就同意了买卖 因为这马从来不好好工作 吃得多却骨瘦如柴 不堪一用 如今有人愿意买 正好解决这个烦恼 伯乐向楚王交差 楚王见了马就皱起眉头了 以为伯乐随便带一匹兽马 回来交差了事 楚王说 我是看重你像马的才能 才交付你去买马 可是如今你买的马 连走路都困难 如何日行千里呀 伯乐很坚定地说 大王 这确实是匹宝马 只是先前一直用错了地方 没有受到细心的喂养 长期拉车 又被鞭打斥骂才会如此 您放心 只要用心照料 不出半个月 就会恢复他神居的面貌 楚王半信半疑 命令马夫好好看照 果然十几天之后 这匹马就变得精神饱满 高大神聚 楚王骑上宝马 只觉两耳生风 眨眼之间就跑出百里之外 迷连耶 所以楚王开进口车了 什么进口车 迷连就是宝马 我还变得了 伯乐像马 就是说 善于识别人才 爱惜人才 伯乐年老的时候 秦木工就问他 您的后辈之中 有谁能够继承您的才能呢 伯乐回答 一般两马特征明显 可以从外表筋骨观察出来 千里马 这表面上 与一般的好马是差不多的 不过当他奔跑起来 刹那间 就会从眼前一闪而过 无影无踪 让人看不到飞扬的尘土 奔跑的足迹 我能够告诉儿子们 好马的特征 千里马 则只能意会 不可言传 他们辨识不了啊 战国时代 宗恒家苏秦死后 苏秦的弟弟苏代 继承他的事业 登上了政治舞台 为燕王工作的时候 苏代前往齐国游说齐威王 在此之前 他拜访了淳于坤 他说 有人对伯乐说 我有一匹骏马要卖 守在市场三天 都没人闻问 我想请伯乐先生 绕着我的马看一会儿 我愿意给您一天的费用 伯乐照着卖马人的话去做 离开的时候 回头再瞅一眼 一天之内 这个马的身价就涨了十倍 伯乐乃还而是之 去而故之 一旦而马价十倍 如今 我想把骏马送给齐王 却没有人替我引荐 先生 有意做我的伯乐吗 让我送上白币一双 黄金千亿 以此作为报答呀 于是 淳于坤向齐王引荐 让齐王接见了苏代 这就是伯乐一故 千里马要遇到伯乐 才可以显现出珍贵 比喻才能受到了赏识 用现在的讲法就是说 伯乐接了一个业配文 业务上配合的文章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